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盘依旧是进行直立 那到底要整理到什么时刻呢 或是要怎么来进行观察 我们请专家告诉我们 人在节目现场为您邀请的是 永城国际的正企双飞言医师 韦国庆 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副总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吧 为什么这个盘是如此的闷 到底什么时候会表态 好 这个今天的盘很闷 但是闷的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有道理呢 好 要等到这个的话 其实我问各位 我相信昨天很多投资朋友 你看到昨天的大乘现金这个节目 其实出到今天这个盘为什么闷 你记不记得昨天 昨天在节目上 我跟各位在做盘式分析的时候的话 我曾经已经跟各位讲过 就是说目前从结构上看的话 各位还记不记得 昨天 对不对 在节目上到不来 我们放大到这一块来 好 各位记不记得 昨天我就讲过了 我说这个盘 目前会走入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说下面是半年线的支撑 在这个地方 但是往上面去的话 有两个压力 一个比较近的压力 是在A的这条压力线这个地方 再往上去的话 有个P的压力线 也就是说目前整个的结构上来看的话 往上去有两个压力在这个地方 好 那各位那你自己看 为什么今天的盘闷 原因很简单 今天盘各位 其实基本上短线是在往上 还在往上弹 但是呢 就是因为上面的压力 因为第一个有没有 就在A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请你自己看 今天盘中的高点 跑到哪里 今天盘中的高点 我来 我不对 我这样下头 我们到时候对照一看就知道 看到没有 今天盘中的高点对不对 往上就是来到昨天跟各位所谈的嘛 往上去的两个压力线 第一个在A的这个地方 各位你看到没有 所以今天的高点对不对 就是来到A的这个压力线 这个附近的话 没有再上去 但重点就是因为 今天这个盘因为从开盘开始 各位这条是5日均线 这条蓝色 这条黑色 这个是蓝色 这是5日均线 也就是说今天整个盘 为什么那么闷 就是因为今天的盘 它的低档 有站上5日均线 在这个地方 但是往上面去呢 就刚好打到 昨天所谈的有没有 这个A的这个位置 就是造成今天整个盘 幅度不大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今天盘 这样来讲 其实我说各位 从节目上看的话 是一个很正常的走势 也没什么奇怪的 但是重点是 那是明天以后的这个盘 会怎么走 那才是关键重点 好 所以就说第一个 对不对 就是说从结构上看的话 反正昨天微博前 我给你讲过了 因为往上去的话 压力在A那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 好 那各位 那第二个 除了这个从结构上看 今天这盘会闷 是无庸置疑之外 其实各位 从第二个方式 你一看 你也知道今天盘 是个闷盘 怎么看 怎么看 对啊 箭头对不对 跟大货多空力道 好了 那各位你自己看 今天盘们 还有第二个原因 就是有没有 因为今天 从开盘开始 到收盘为止 你看到没有 今天整个的盘 今天这个盘 其实大货 没有去用力做多 不像昨天 前半场 为什么拉这么几 因为是大货 对不对 拼命在做多 可是今天 你看到没有 只有开盘 那一小小的时间 大货 曾经有去做一点多之外 可是可没有 就算他做多 可是那个力道 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今天这个盘 开盘对不对 往上冲了一下之后 马上冲到9260 9260之后 又给你打回来 但是问题是 今天盘虽然打回来 可是今天 大货他做空的力道 基本上对不对 也都是在差不多 这个白色虚线 这个范围之内 那各位 大货 大货 你看了一段时间 你都知道 我讲过 大货 不管当天 做多或者做空 只要他的力道 基本上是处于 那个白色区间 之内的话 当天那个盘 大概就是个什么盘 对啊 一个盘整盘 所以对不对 今天这个盘 这样看起来的话 其实你从结构上看也好 你从大货力道来看 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 所以各位你看 今天这个盘 好 如果说我们回头讲说 讲起火的SOP来看的话 也是一样 来 今天这个盘会什么闷 我说用你一看都知道 第一个对 今天大货做多还是做空 今天绝大部分的时间 大货是在做空 对不对 好 大货做空 那问题是 做空的力道强不强 不强 所以今天这个盘 对不对 变成一个区间盘 这就是刚才跟各位所谈的 各位如果说今天这个盘 如果说从开盘以后 本来你是期望是说 哇 今天这盘能够大跌 或是大跌的话 不好意思你都很失望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各位做起火看盘 我一直在讲各位盘要涨要跌不是你用猜的 不是你用感觉的 而是实实在在 实实在在对不对 你要用什么样精确的指标 能够告诉你说 今天这个盘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再讲一次 所以各位看到了 今天这个盘对不对 大货基本上是没有做多 但是他做空了 力道也不强 不像有没有 不像前天 哇前天为什么一波杀下去 杀了将近一百点之多 因为当天对不对 看到吗 还记不记得 在这个 就差不多在 今天礼拜四 礼拜三礼拜二对 礼拜二那一天开盘的时候 对不对 强势短破的箭头 在929 在这个地方 箭头已经翻空了 但而且重点是对不对 到我们这时候再拉远一点 因为这边被挡住了 看到没有 当天呢 大户做空的力道 是非常非常的强 几乎对不对 一整天大部分的时间 他做空的力道 远远的穿过了 那个白色那个曲线 穿过了那个曲间盘的 那个范围嘛 所以当天一杀 对不对 从箭头翻空以后 一杀下去 杀了将近一百点之多 那会让你看今天 今天对 做空的力道 比起前来讲的话 差多了 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那个白色曲线之内 所以造成今天这个盘 是个盘整盘 所以问你看对不对 我说过嘛 每一天 你看盘也好 你操作期货也好 我说会盘啊 要涨要跌 甚至这盘对不对 当今天是个盘整盘 或是个趋势盘 也不是你用猜的 也不是你用感觉的 每一天你只要好好的 跟着违国性的 对不对 这个SOP 你来判断这个盘式的话 够简单 所以要再讲对不对 今天大货坐哪一边 做空 可是做空的力道 是个趋劲盘的力道 所以今天盘 是个做空的趋劲盘 好了 这两个之外 那各位 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来了 每一条那边一脚子贵 什么样的盘 对不对 当天会大涨大跌 就是啊 强势短波的箭头 跟大货 两个同向的话 当天那个盘 大概都是个趋势盘 而且对不对 什么叫做趋势盘 少说一天 就是七八十点 多者就是上百点 那叫做趋势盘 好 但是问题是今天 今天情况啊 刚好是反过来 今天开盘以后 箭头是翻多 今天一开盘 在922这个地方 今天就开盘 直接就箭头就翻多了 可是箭头翻多 大货坐哪一边 大货坐空 刚好今天造成 两者不同向 今天两者不同向 所以我也讲 各位 其实我做过嘛 盘式分两套 对不对 如果箭头跟大货的方向 做的是不同向的话 当天那个盘 也就是个趋势盘 所以这造成 今天的盘 几乎它就差不多 在四十多点里面 来来回来 最高就差不多 9260 最低 9220那个附近 就跟你这样晃一天 所以你自己看 对不对 从结构上看 所以各位 我也讲各位 你做企划 为什么要找一个 真正最有经验的分析师 就是因为 一个真正有经验的分析师 反正行情 不要收了盘 来放马后炮说 你看今天这盘 哎呀好窄啊 对不对 然后扯一大堆理由 不用了 昨天在节目上 我说过 对不对 昨天在节目上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过 对不对 因为我说啊 上面有压力 就在那个 一个在A 一个在P 那个地方 今天打到A 上不去 所以对不对 造成今天这个盘 本来就是个窄窄的盘 从结构上看 你也看得出来 再来对不对 透过 透过大户多空力道指标 今天这个盘 在白色区线之内 今天这个盘 也是个盘整盘 再来对不对 今天开盘以后 今天这个盘 我跟我讲 今天盘虽然是个区间盘 可是要做多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这个盘 说真的了 你知道在差不多 922年这个附近 或者922 就这样就讲22 在那边你知道 该做多的话 其实对不对 到处盘为止的话 你今天一天 你也转二十几点了 各位 二十几点真是不多 没什么好讲的了 但今天这个盘 高地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说 今天这个盘微微信 对不对 我一直跟会员讲 9220附近的话 去做多单 但是到9240这个地方的话 就先跑一部分 因为今天盘就是个盘整盘 就这么简单 不像前以前 对不对 哇 杀也是一杀百来点 一上去也是快一百点 各位这样对不对 这样序列这样来来回回 今天就不是嘛 所以今天盘 对不对 反正到了9240这个地方 先会了结一部分 那各位 问题是这样子的话 今天赚个二十点 也是很高兴的 不然今天要怎么样 你今天能怎么样 对不对 是这样子 好 但各位重点是 重点是说 当今天这个盘 横盘以后的话 其实节目一开始 我讲说各位 重点不是在今天 是在明天以后的话 这个盘会怎么发展 那各位 那你就要注意了 因为 再讲一次 因为今天这个盘 各位 我跟各位讲 今天这个盘 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倒不然放大到这一块来 再放大 各位你知道今天盘 有个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吗 什么 今天这盘是从 差不多从9月初 大盘开始下跌以来 大概今天是第一天指数 重新站回五日均线之上 各位如果说你对技术分析 或是对结构 你稍微有了解的话 一般来说对不对 当指数在一波的修正之后 能够重新站回到五日均线之上的话 代表说短线这个地方 多头的力道 等于说多头是 等于说多头是重新抓回来 这个主控权的了 所以就是未来 对不对 从明天开始的话 重新说会未来 一两天之内 指数能不能够重新突破 这个P的压力 我跟你讲 因为目前从整个短线上来看的话 P这个地方 就是上面一个最大的压力 在这个地方 指数能够突破这个P的话 那往上去的话 空间会比较大一点 各位你听得懂吗 所以就是重点是说 在明天以后的话 指数是不是能够继续往上攻坚 能够站上这条P的压力线的话 那后面的空间会比较大一些 这才是明天以后 你必须特别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跟你讲 就是这个样子 好 但各位问题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这盘闷也没有关系 但各位重点对 今天起来是进入10月份 交易的第一天 那第一天盘闷 那今天对不对 做一做 从922做个多 等他来到收盘之前 对不对 跑一下 那各位今天这样 小赚个20点也不错了 那也算起开得胜了 是不是 好 但各位重点是 不管今天也好 昨天也好 昨天结算也好 甚至各位 今天已经进入到 差不多快9月下旋了吧 问题是说 从9月初到今天为止 这段时间 你操作的怎么样 那各位 如果说 说真的啦 至于这一波从9月初 大盘开始 从差不多9500开始下跌以来 对不对 跌跌跌跌跌跌 反弹反弹反弹 如果这段时间 假如说你自己能够操作的好的话 那我真的恭喜你 那你真的 对不对 虽然你是蛮懂得做起货的 但重点是 如果说你自己的操作 不是很好的话 但是各位 如果说大盘先进这个节目 你看过一段时间的话 是啊各位 纵然今天的盘 横向盘整是闷了 可是如果说 我们把时间抓到 从9月初以来 一直到今天为止的话 各位 强势短坡 不论行情 是走趋势盘也好 是走趋势盘也好 强势短坡 对不对 总是领先行情涨跌 这些对不对 确确实实的 在每个地方都翻出来了 该做多做空的位置吗 今天的盘再怎么闷 开盘922还是翻多 你只要盘中 你知道说这个量去做多 尾盘对不对 还冲到9240以上去 所以各位 今天对方你看 其实从月初到今天为止的话 强势短坡 这些箭头来来回回 对不对 已经抓住了快950点之多 问题是你自己呢 从9月初到今天为止的话 你自己的操作又是怎么样 所以各位 这就是对不对 我讲各位 做期货也好 做股票也好 大家在乎的是长长久久 一天也好 一个礼拜也好 一个月也好 甚至对不对 纪念累月也好 你的财富能不能够随着时间 而你的财富能够累积出来 这才是每天你要的东西了 好了 所以各位 今天的盘闷没有关系 但重点对不对 盘闷也好 盘时震荡也好 重点就是对不对 还是一句老话 你每天能够把钱 赚到口袋里面去 那才是唯一的真理 好 二姐各位 除了强势短波 跟大户指标之外 其实各位 还有一个东西 我也特别惦顶一下 就是强势预判 今天这个盘 其实从强势预判来看的话 盘回来会震荡也是应该的了 看到没有 今天开盘 对不对 今天开盘的话 第一盘 指数有冲过了 上面那个压力线 我随便跟你讲过了 各位注意这个地方 今天地方其实有冲上去 好 所以后面的盘 指数果然就往上面去 但是后面的是 当指数来到9260 开始往回 沙之后 看到没有 基本上 为什么来到9220 这个附近的话 成为今天的低点 因为 对不对 因为今天开盘 指数冲上去以后的话 下面形成两个新的支撑 这两个新的盘中 盘中在这个地方 跌破了一个最近的一个地方 所以 形成一个小的压力线 可是各位 你知道这压力线在什么地方吗 这到缩盘为止 当盘中指数往回拉的时候 基本上略为跌破了 这个今天本身的 这个小支线之后的话 上面看到没有 压力在哪里 在9242 所以今天后来的反弹 为什么谈到9243 这个附近的话 接触在9243 为什么 就是因为往上弹之后 对不对 它一定要先克服一个 最小的压力线 那就因为这个压力线 从盘中都已经计算出来 本来是在9244了 后来移到9242这个地方 但是无论如何对不对 因为最后收在9242这个地方 所以收盘的位置 在9243 最贵 这东西我真的说 非常非常的精确 所以重点对不对 再来是说 那我说明天 明天开盘以后的话 只要指数能够持续的 在9242以上 这样做发展的话 代表说各位 多头是还有机会存在的 所以这个地方 你要把握一下 就是说这个整个的 这个到底贵 每一天这个盘 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 明天开始的话 这个盘你要怎么看 我跟各位讲 这都是很多的美加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东西你要注意一下 那这差不多就是 大概今天整个的 就是说这个期货的操作的话 这几个关键的东西 我希望你能够注意到 尤其各位 其实今天这个盘 我特别提醒一下各位 今天这个盘 我现在盘中的时候 可能有些投资人 你会看空这个盘 为什么 因为开盘以后 对不对 指数急冲上去以后 曾经往下杀过这一段 尤其对不对 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因为盘中的这一段 有跌破开盘的那个低点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我相信你的心态 会开始偏空 所以很多人可能在这个地方 你会去放空单 但各位重点是 这边放空单 也许到了盘中 对不对 你还认为说你的空单 大概会赚钱没有问题 可是会拍水 对不对 尾盘还是给你拉上去 所以各位 这个东西对不对 盘中尤其在杀到 这一段的时候的时候 对不对 为什么杀到这个地方 盘之后没有继续跌下去 就是刚才所谈的 如果说你每天能够看一看 那个强势预判的话 看到没有 因为今天盘中 来到这里 为什么低盘 杀那么深的时候 为什么指数没有继续跌下去 因为当时第一个支撑 还在这个地方 最差最差对不对 反正目前整个的指数 只要不跌破这里的话 这一个 这是目前对于多头来讲的话 一个最重要的支撑 是在这个地方了 因为不管是第一次下杀也好 盘中下杀也好 对不对 都没有再跌破这个支撑 所以各位 基本上我就说 趋势上来讲的话 多头在这个地方 还是有多头在主控这个盘的 所以说这个好消息 就是如果做多的投资人 应该要开心 就是现在多头 还是在主控这个盘 对 起码目前短线来讲的话 多头是略胜一筹了 好 那只不过大家又很好奇 就是个别股 到底要如何操作呢 那我们就休息下进广告 广告之后继续带大家来看 我们马上回来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2542-8999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2542-8999 是谁在敲打我吗 这狗传犯到腰子呢 不像怪人去变了 哪一段 想出门 来 我来帮大家点餐 欢乐送网路订餐 以止搞定 欢迎大家欢乐送 送 送 开动啦 现在点餐满200 还送四块麦克七块喔 嘿嘿 天天为您开启曙光 带着每一份托付 信赖就从这里开始 你好 谢谢你 信赖永远都在 中华邮政 纽利活葡萄糖爱义 汤士美独家 特价1199 纽利活葡萄糖爱义 汤士美独家 特价1199 麦当劳超值早餐 为你新鲜现做 只要39元 时时都超值 Eight days a week No time to chill Cause we gotta move We are way too young To take it slow So little time And so much to see So baby let's go You're coming with me So little time And so much to see 欢迎回来 这几个交易日呢 其实量都是稍稍萎缩的 那量缩的情况之下 最容易发生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肋骨轮动速度非常的快 好 昨天的强势族群 比方说像光学族群了 今天有一些就没有这么的强 那今天的拉伏会是一个 很好的上车时机点吗 后续怎么看 好 其实刚才主持人讲得非常好 我跟你讲 因为目前对不对 虽然说大盘是在往上做反弹 可是每天的成交量 你看今天又是搞个700亿不到 那个样子在那个地方 就690 对 就是我700亿不到 所以呢 因为在这个量 不放大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基本上全职股也不太会动 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盘闷的源 也是会增加 今天全职股没怎么动 所以今天也是盘闷 第二个就是说 当这个成交量不大的时候的话 那基本上都是中小型股 比较容易做表现 可是问题是中小型股的表现 它又不是说一坡一址拉 便都是说 今天也许这一类股动一动 明天那一类股动一动 会不会能这种轮动的方式 这样再走 好了 那昨天来讲的话 本来这个像这个郁金光 像这些手机镜头来讲 昨天算是表现不错 那今天来讲的话 就有点进入一个短线整理 但这问题重点是 我跟你讲 其实郁金光 我也讲过几天 其实郁金光对郁金光来讲 其实我觉得OK 因为这个 因为毕竟对不对 它是属于一个算比较一个 以Apple的概念股来讲的话 虽然说它的 比大力光来讲的话 当然是差很多 但是问题是 对于它本身来讲的话 基本上法人在看 它是一个转机股 就是说因为第一个 它9月 它这个8月份的营收 是创今年的新高 而且重点是因为 它的这个 这个箭头的这个良率 是慢慢在改善当中 所以就是对于大家来讲的话 而且重点就是 因为它的机器比较低 所以就是说 基本上来讲 其实以郁金光来讲的话 经过两天的涨停之后 今天因为我 之前昨天有讲过 因为目前大概在前面 大概在100亿到120亿的地方 是前一波的高点所在了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 短线震荡难免 可是重点是各位 虽然说今天有争 可是今天不论是盘中的 盘中也好 或者收盘的价格 其实还在闯这一波的新高 所以对于像 郁金光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其实我更认为的话 其实这个后面的机会 还是蛮有的了 这是第一个 但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今天盘面上 还有一类股票 今天有点冒出头了 叫做太阳能 对不对 这股票真的是跌跌跌跌好久 然后涨不到几天 但问题这个重点是 不论怎么样的话 其实太阳能在这个地方 微微信我个人认为的话 太阳能在短线上的话 应该是有一颗表现的机会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各位你自己看 这个是新日光 这是新日光 各位看到 今天新日光 其实今天太阳能股 很多股票都拉涨停 对不对 中美金啊 茂迪啊 这个新日光啊 什么像这个国硕 都在拉涨停 可是重点是各位你自己看 我就以新日光来 来做例子来讲 今年新日光拉个涨停板 其实有突破了 大概这一个月以来的 这个盘整区的高点 算是有创一个短线的新高了 但问题重点是 当今天呢 这个新日光拉涨停的时候 其实各位你要知道 新日光真正的 这一波的这个转折点 不是在今天出来 早早在上个月的8月25号 在维国现在这个现金系统里面的话 这27块7这个地方的话 就已经是 这一波的买点已经出来了 只是后来因为整个大盘不好 反正从8月中到 因为大盘是一路跌 所以呢 太阳能股虽然说 其实在8月25号左右的话 其实已经翻出来一个买进讯号 只是因为后来大盘不佳 所以呢 它变得也是在那边横盘盘盘盘盘盘 一直盘到 到了今天短线上 终于开始啊 有一点要发动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来讲的话 假如说你 假如说你手上 其他的股票 也许有些股票是已经 短线涨很多了 或者说母亲股票 有些股票是还在往下做修正 那那两类股票 不太适合去强短的话 那至少对不对 像太阳能的股票来讲的话 因为第一个对不对 今天的涨停 离这个真正的这个底部 其实是很近的了 所以进去买的话 基本上来讲 这新日光好 你看从前一波 当时啊 在这个六月份的时候 就在六月份的时候的话 前一波在37块多 这个地方的话 就已经出现了 它上一波的那个卖讯 之后对不对 之后一样股价 股价没有直接跌 它是跟你先谈了一下 但之后股价没有突破 有没有又来了嘛 那个关键的那个有没有 这个转折线 它没有站上去 所以就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825号 出来一个 到今天再涨 所以各位 短线涨这股票 你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啊 除了这个 这个新日光之外 其实像国硕这一些 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状况 关键自己看 国硕也是啊 其实谈到这个太阳能的话 因为国硕这个 算是算是意外 因为这个这个 今天你看一样 在8月20号 在同样那一天的话 其实国硕啊 也翻出来了 颇端的买进讯号 今天也拉一个涨停 只是说国硕稍微 若一点点是说 它今天的涨停 没有突破这个盘整区 不像说这个新日光啊 它今天的涨停呢 基本上对不对 是有突破了 这一个月的盘整区了 所以这个来讲 相对短线是比较强一点 但是无论如何 对不对 都在8月25号这一天的话 基本上这些 这太阳能的股票 都陆陆续续啊 其实已经早就翻出来 这一波的买进讯号 所以这个短线上来讲的话 我认为是个人是有点机会 好的 这个重点是啊 这个 不论这个股票也好 或是大盘也好 对不对 因为目前对 整个的大盘呢 从上个月 一直跌跌跌跌跌 目前打到半年线之后 目前整个的大盘 对不对 就在半年线这个地方 开始这样来会做震荡 所以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说的话 对我想 你心里面很想知道说 那这样到底啊 到底这个 不管是9月也好 甚至进入10月份 甚至进入到年底 未来这三个月的 这段时间的话 到底台股啊 这个地方 第二次打到半年线之后 是不是有机会 再上涨一波 那各位啊 要想知道这个的话 那我跟各位讲个好消息 这个周末 这个周末啊 微微信了 跟投资人有约 也就是说 这个周末各位啊 在这个跟各位见面的 这个场合里面 我要跟各位谈来就是说 第一个啊 就是到底啊 到9月底也好 到10月份也好 甚至到年底也好 未来这三个多月里面的话 到底大盘呢 会出现什么样一个走势 到底大盘 半年线 有手吗 谈得上去吗 如果能往上谈的话 对不对 到底那上去以后 会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这些关键的点位啊 大盘的走势的话 在这个演讲里面 我会跟各位提到 另外就是说 对不对 一样 但他问题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当大盘来回 做震荡的时候 那到底哪一些股票 在这个地方 有表现的机会 所以各位啊 要把握时间 那这个礼拜六的早 这个礼拜六的早上 10点钟 在台中 礼拜六早上10点钟 在台中 礼拜六下午3点钟 在高雄 在高雄 那么礼拜天呢 下午的2点半 在台北 在这三场演讲里面的话 这个我会跟各位 会跟就是来的投资人 就就是仔细的谈 就说目前整个的大盘 跟一些个股的这个 到底怎么样去选择 这些东西 但是各位重点 我这边提醒就是说 因为这个场地的座位有限 所以假如说 你要来听的话 这个我希望就是说 各位你要先一通电话 你要先一通电话进来 把这个座位预约好 反正到时候 如果说人多 假如没有座位坐的话 那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这样子 好 所以说其实在副总的部分 也是帮我们点了一下 这个太阳能族群 因为毕竟这个族群呢 长线来说呢 真的现在的一个位阶 也经过了修正 同时也是比较低了 所以副总也认为说 有可能会是短打的标定 那其实事实上 我们刚刚也特别的聊到了 所以说在这个盘式的一个部分 现在跟关键的点位 都非常的重要 那最后大概30秒的时间 副总可以帮我们提醒一下吧 明天有什么样的关盘重点吗 好 其实关盘重点呢 还是这个啦 就是说这个 刚刚也跟各位谈过 就是说 因为从强势预判来看的话 对 基本上今天售盘的位置的话 你刚好略略有越过了 这个最短的一个压力线 所以呢 明天以后 对不对各位 关键在这个地方 能不能继续站稳 就是关键所在的 所以说其实这个压力 非常的重要 到底明天能不能够突破压力 那么多方就能够 更是往前方来继续的迈进了 好 谢谢副总 我们带来最及时的分析 那大胜先机 也会持续代言 掌握整个大盘的趋势 以及个别类股 到底要如何来进行操作 也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统一时间 下午三点半 明天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